開播了 好的 哈囉,本次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開播的車款是 Chicoda Kodik 這台是叫棕熊 它的底盤其實跟 福斯的 Tigran 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 CP 值高很多 所以它的配備也都蠻豐富的 但這台車有一個點 第一個不是要介紹煞車 有一點是介紹這台的包 我猜啦,目前應該是全台獨一無二的 所以如果把這個車拍出來的話 應該都知道車主是誰 因為車主的兩個兄弟改車都改得非常瘋狂 這個是S-Line的大包 好,對不對 忘記Chicoda的那個 林道遠在線上 林道遠在線上 哇,道遠你好 這一台的那個 我們要介紹 講到道遠 我又忘記了 謝謝道遠 介紹我們很多奧德賽的車友 最近賣得很不錯 謝謝 有空回來台中 記得再回來工廠跟經理聊聊天 你來的時間 才是唯一有辦法休息的時候 好,這個大包很特別 應該是全台唯一的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疫情的關係 運費特別特別的貴 空運 因為航班減少了 所以這個是從歐洲空運回來台灣的 但是KT沒有在賣這個東西 只是這個大包超級超級漂亮的 所以美的事物的話 就想跟車友們一起來分享 那今天的工作不是要做大包 今天的工作是改了前面跟後面的煞車 因為前幾天剛好有一個線上的車友 在問說我們對煞車的介紹 怎麼那麼的少 其實KT的話不只做避震器的部分 煞車也有 只是煞車的話 我也得要有空檔 才有辦法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剛好今天這款車 前面是改KT的多爾賽卡錢 可是後方的話 KT沒有做加拉碟 沒有做這台車的加拉碟 所以後方的話是用 HHC 豪自家的加拉碟 這個後方的話是370 我們先來介紹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其實這台車後面也有人改裝 跟Golf R一樣的 後面也是可以改裝成通風碟 但是這個是從原廠的改裝 原廠的話 它本來就是一片式的畫線碟 所以它本來的盤徑 我來量看看大概多少 原來的盤徑大概300mm左右 那它的原廠的鋁圈是19吋的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的盤徑的話 把它塞到最大 後方的話是380左右吧 370還是380 後面是370 前面的話是19吋 我們塞到碟是380 前面380 後面370 前面的話是改多爾賽卡錢 後方的改法 這個是一般比較大家 車友們的改法 大部分都是因為這樣改起來的 CP值還蠻高的 卡錢的本體 這個是不動的 我們做了一個轉接座 把它延伸之後 它的這個基座往外擴 所以這個盤徑就能改加大 這個盤徑現在變成是370 本來才300 所以多了7公分 這個盤徑多了7公分 在裝上鋁圈之後的一個飽和的 視覺飽和的程度 也會比較飽和 那有的車款 改了多爾賽卡錢 有很多一些小細節 譬如說 這一台後方的話 跟貢虎經理之前開的7代一樣 是電子手煞車的 所以這一台車在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不要誤觸了煞車 在安裝的時候 把這個活塞往前推 那就麻煩囉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改法 第一個手煞車先不拉 第二個也可以把 後方的這個 電子手煞車的插頭 先把它拆掉 這個是最保險 可是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把這個電子分棒的 插頭把它拆除之後 再來拆這個 後方的碟盤 那後方的碟盤 為什麼要改加大碟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讓它的盤徑在鋁圈裡面 視覺效果會更飽滿 第二個就是 這個就好像是一個力矩 我們如果這個煞車卡鉗 往中心點的話 它的夾的力道 如果是一樣的話 可是力矩的關係 這裡的濕力點 會比較 夾持力道比較沒有辦法 那麼的 百分之百的輸出 但是我們往外延伸之後 相同的力道夾緊 它的煞車自動的力道呢 就會更好 那如果這樣還不夠的時候 再往上一級去 就是變成改成 自動力道更好的來臨片 那如果改了來臨片 還不夠的話 再來改裝多活賽的卡鉗 等一下會介紹前面的改法 就是改裝多活賽卡鉗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是HHC的 然後是單片的 這個後方的話 有兩種規格 要小心 這個都是很 豪志的加的東西 都還蠻不錯的 都可以直上 螺絲孔的固定位置的 都是 完整度都相當的不錯 避震器的話 因為前大概上個月吧 車友就已經有改裝完畢了 所以今天的工程 是改裝煞車的部分 後面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那前面的話 這個是380 然後是六活塞 那車友會經常問的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KT的煞車 是不是有綁來令片的規格 那這個倒沒有 因為 像這個大六的規格 它的來令片的規格 就是跟AP AP也是一個英國很知名的 自動煞車自動品牌 跟AP的5555 是相同的型號 是相同型號 所以如果啦 覺得日後要做 太換的時候 不見得 就一定要選KT的一個來令片 也可以選 相同尺寸的 AP5555的規格 就可以裝到這個上面 那盤徑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380 今天安裝的這個版本 是雙片式的 雙片式的 所以這個盤徑 這個是鋁的材質 跟它的鐵的材質呢 是做兩片式的 那這樣的改法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這個盤徑跟原廠一樣 連這個都是做鐵的話 它的整體的重量啊 就會很重 就無法減輕太多的黃下重量 所以一般會做雙片式的 這個改成鋁製的 還有另外一個優勢就是 這個的 它的鋁製的散熱的效果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比較不容易變形 最主要還是為了重量 那也有很多的 更進階的改法 是改成浮動式的 浮動碟的話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 一個的改法 那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 這個還有到現在為止 已經2020年了 還是有很多的 即使對這些改裝的產品呢 可能涉略比較沒有那麼深 像這一個 是我們在安裝完金屬油管 這個卡鉗之後 有一個動作 需要把回路裡面的空氣 把它排乾淨 那排乾淨 空氣一定是往上跑嘛 所以這一個的 排空氣的點呢 絕對不是裝在下方的 這個一定要裝在上面 那還有幾個點 幾個一個 要安裝的時候的細節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像這一個 這個盤鏡 它跟這個HUB 在平貼面的時候 那個平貼面 在安裝之前呢 一定要記得把它除鏽 像這台車還很新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一個 生鏽 而造成盤面不平整的狀況 那如果沒有做盤面不平整 然後貼到HUB上面的話 有可能啊 急煞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造成 碟盤的抖動跟變形 所以這個在安裝時候的一個細節呢 都需要特別留意 那這裡的話 也有副金屬油管 這個金屬油管 基本上改裝卡鉗 也算是必備的 因為這個的接頭 改裝的一個煞車的一個接頭 跟原廠的接頭 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原廠的煞車好了 原廠很重耶 原廠因為是鑄鐵的嘛 所以很重 這個是原廠的 它的接頭的部分 這個算是單核塞啦 單邊的單核塞 那這個是它原廠的接頭 所以這個接頭啊 跟改裝的話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的 一般都會換上金屬油管 那金屬油管還是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的管呢 它比較有一個可饒度 所以我們在大力踩煞車的時候 它這個會稍微膨脹 所以它的力道的傳達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直接 那改成金屬油管之後 它的管壁啊 比這個原廠硬很多 所以它在踩它的時候的傳達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個是單核塞 單核塞 這個是原廠的 這個零件都跟 福斯的Tigran都是一樣的 大概的介紹 煞車比較簡單 大概安裝的一些小細節 就像剛剛所說的一樣 那還有一個步驟是要 煞車有的話是在上面吧 油斧 煞車油斧是常在 在這裡齁 所以如果在排空氣的時候 煞車油斧從這邊 這台車還超新的 這個前面的大包也是 這個也是改裝之後的 很漂亮的大包 因為台灣應該沒有辦法 再看到第二台 所以特寫一下 跟車友們來介紹 那如果車友們對煞車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私訊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工廠裡面 KT的工廠裡面 也有改裝煞車的實裝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一台車是19吋的 跟這個規格一樣 也是大6配上380 後方的話是大4配上356 所以前後都是躲在卡鉗 自動力道非常非常的犀利 我自己開過的車也不少 唯一覺得自動力道 還是輸一個車友的車 那一台車是Q7 我開過那個車的自動力道很可怕 因為它全部都是改陶石煞車 陶石煞車的話 一組的話 差不多就一台國產車的價錢 所以它的自動力道當然會更好 那如果一般的話 像這台車如果動力稍微有提升的話 這樣的一個提升都是很夠的 有問題嗎 他說可以先改後面加大嗎 會有效果嗎 加大的話 煞車自動力道大概有70% 70%的話都是在前面 那後方的話只有30% 像今天的後方改加大底呢 其實也是因為視覺上的平衡 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19吋的鋁圈 改裝上去之後 它可以把鋁圈裡面全部都塞滿了 可是後方的話 如果碟盤很小 視覺上的平衡恐怕就沒有那麼的完美 所以後方的改法 我自己覺得啦 大概有70% 80% 都是為了一個視覺的平衡 所以如果車友們要先改後面 其實會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單純要改後面的話 其實是只有為了一個視覺的效果而已 如果要效果 要自動力道要好的話呢 還是建議我們先從前面先改 那當然可以的話 初步的升級 不一定要改像這樣多火山卡錢 初步的升級 一般的日系車通常都有 前後的加大點 再加上好一點來令片 這樣的自動力道 在原廠動力沒有加大前提之下 就應該都夠用了 我自己開過有兩台車 它的自動力道呢 原廠就需要 它的改裝呢 我自己會放在避震器之前 第一台車就是舊款的KUKA 那一台車的自動力道真的很 有的是用2.0的Eco Buster 240幾匹 那一個自動力道的話 原廠就真的不是很夠用 而且已經到了會有點危險的程度 除非開車都是很溫馴的 但是煞車的話 有時候改裝就是以備不時之需 所以我自己開過第一台車 最需要覺得最需要改裝的煞車就是KUKA 一代的KUKA 二代的話新款我還沒有開過 那第二台車就是KAMERY的六代 KAMERY的六代 它原廠的自動力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弱 這兩款車啊 都是建議車友們呢 要先把煞車做改裝 那還有問題嗎 他說前面不知道它的原廠不可以直上 很多品牌都要加電的 鋁圈它會爬爬的這樣 好 那有的車款 因為啊 來這麼說好了 這個的寬度 煞車的這個多塞卡鉗的寬度啊 每一個原廠的跟KT的幅度都不太一樣 像今天這一款車 如果啊 它裝上這一個19吋的鋁圈 這個19吋的鋁圈的話 需要喔 需要電大概3mm左右 可是 電這一個東西 其實啊 跟計時的成熟度 有很大的一個相關度 因為 我們如果要電spacer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啊 如果有很多的甩尾比賽 或者是有很多的 大概像我自己遇到過的 電到最寬的 大概電到8-9公分 做寬體的 那個大概都超過8-9公分以上 那想想看 如果大家會覺得 電spacer是危險的話 那像這些 那麼激烈在超價的車子 甩尾的車輛 也都電那麼寬 那怎麼會 會有一個安全上的疑慮 其實不會有 最主要是 東西的選擇啊 規格是要正確的 大概在15-20年前 那時候 spacer的改法喔 並不是靠轉接的方式做改裝 那時候的改法是把螺絲 螺絲做加長之後 再電一個電寬塊 再鎖附 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就比較會有問題 現在spacer的改法 如果厚度的話 有超過15mm 大部分都是用一個轉接的方式 來做轉接 而且轉接出來之後 這個 這個hub的它的寬度 是有重要的喔 這個鋁圈呢 一定要含住這個hub的中心點 這個我們一般叫 鋁圈的中心口 如果像這個 我電spacer之後 這個中心口含不到 那就一定會抖動 倒不是會有安全上的疑慮 是因為我們開高速的時候 它的鋁圈沒有辦法置中 開高速就一定會抖動 所以這個 電spacer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安全 是電了之後 要有相關的一個專業知識 才能夠施工 不然電上去的話 會有比較多的問題 還有問題 卡鉗只有一個顏色嗎 喔 卡鉗喔 卡鉗的話 因為可能我們 很少在做廣告跟直播曝光吧 卡鉗的顏色 大概啦 這個是蒂芬尼蘭 也有人是想要很低調的 黑色也OK 紅色黃色 所以卡鉗的一個訂購 跟避震器比較不同 避震器的話 我們大概都有辦法 今天訂貨 明天就有辦法安裝 可是煞車卡鉗 第一個 大小的規格 有很多的不同的規格 第二個 顏色幾乎都是客製化的 所以這個煞車卡鉗呢 是可以隨著車友的需求 來訂做 只是訂做的時間 我們還要洗床 還要再洗LOGO 還要再考慶喔 大概啦 交起的話 大概都要抓兩個禮拜左右 所以這個都是訂做的喔 都很歡迎車友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詢問我 還有問題嗎 沒有 如果煞車 這個是今天第一次做直播 對吧 那如果啦 車友們有相關煞車的專業的問題 或者是有相關 產品的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下次的話 如果有再安裝到煞車的部分的話 一樣經理有空檔 都可以開個直播 跟車友們一起來分享 如果有問題 很歡迎線上詢問 我就可以直接拿食品 來跟大家來做介紹啦 謝謝大家 掰掰